心灵挣扎 大声呼救 电视剧里的溺水场景都是真的吗 别再被电视剧骗了 溺水真正发生时 其实是悄无声息的 如果你发现水中的人目光呆滞 频繁探出头又沉下去 那就要警惕他是否溺水了 如果周围没人可怎么办啊 这招摇通溺水自救技巧 一定要学会 关键时刻能救命 当你意外落水无法站立的情况下 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要挣扎 首先在水中屏住呼吸 不要吐气 此时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浮到水面 二 用一只手摸另一侧肩膀 借助手臂力量翻转身体 并用双手抱住头部 三 下巴用力向上抬 让嘴巴露出水面 小口呼吸 切记 不要用鼻子呼吸 最后你需要做的是保持理智 等待救援 你学会了吗 拐骗一个孩子有多简单 小朋友 你能帮我带个路吗 好呀 避防拐骗 这三件事 一定要告诉孩子 一 大人向你求助 不理会 如果大人真的需要帮助 他一定会找大人帮忙 而不是一个小孩 遇到这种人 一定要远离 二 独自在家 要保密 不要让别人知道 爸爸妈妈不在家 如果孩子独自在家时 有人敲门 除了教孩子不能开门 还要让孩子说一句 爸爸 有人敲门 三 陌生人的东西 不要拿 尤其是食物和饮料 更要远离陌生人的车 想要的东西 可以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会给你买 天哪 荧光棒里的液体这么可怕 这些危险玩具 千万别让孩子玩了 荧光棒 荧光棒液体中 还有大量 灵本二甲酸汁和双氧水 既不能吃 更不能弄到眼睛里 甲水 水晶泥 央视严厉打击过的 夺蜜水晶泥 误食或者接触 都有可能会导致 烹杀中毒 严重的可致死 水宝宝 QQ弹弹的 能吃吗 一岁女孩 误食一颗水宝宝 导致急性肠根阻 水宝宝吸水性强 误食十分危险 激光笔 这么亮啊 激光笔短短照射几秒钟 就会对眼睛造成 不可逆转的伤害 严重可致失明 还有容易误食的 磁力珠 致癌物超标十倍的 泡泡胶 和可能导致性早熟的 三无纹身贴纸 都是孩子身边 潜在的危险 你再这么不听话 我就不要你了 孩子的安全感 是父母给的 但也可能 是父母亲手毁掉的 这些孩子最害怕的行为 你可能每天都在做 一 父母吵架 父母经常吵架的家庭 孩子的安全感 也会逐渐降低 二 父母对自己 大吼大叫 经常被大吼大叫的孩子 日后一行程 好好行人格 三 父母冷漠的回应 父母经常吵的冷漠 会让孩子丧失分享欲 女孩子更容易早恋 男孩子成年后 可能会抗拒亲密关系 四 父母不欢迎自己的朋友 这会让孩子感觉很没面子 五 跟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会导致孩子自信心受挫 习惯性自我否定 想要培养内心强大 安全感满满的孩子 多对孩子说这四句话